人見人愛的中型犬第二集 各位好,這裡是自由貓,我是貓爸 我是貓媽 影片開始之前,貓爸提醒網友們 麻煩動動手按讚、訂閱及分享哦 本集介紹四種特殊的中型犬 還有狗的基本資料 注意事項以及容易罹患的先天性疾病等 松丝犬又稱獅子犬 屬於中型犬,尖高46-56公分 體重20-32公斤,壽命9-15歲 原產於中國有2000多年的歷史 是最古老的犬種之一 漢代的浮雕中就出現了一隻類似松丝犬的獵犬 他因為頭部類似熊獅而取得這個名字 松丝犬身體結構是頭顱寬、耳朵小而圓、濃密的背毛 尤其是頸部的毛特別厚 形成了他類似熊獅的棕毛 他還有一個特色是有著暗藍色的舌頭 以及非常直的後腿 造成他踩高礁式的步伐 外觀部分尤其是美系松丝犬因為有沙皮狗的血統 整個面部顯得像愁眉苦臉 好像有心事一樣惹人喜愛 18世紀英國與中國往來 松丝犬也在那個時候由中國傳到了西方 歐美在傳統松丝犬的基礎上 培育出了美系松丝犬與二系松丝犬 原產地中國傳統原生松丝犬 至今依然大量存在於兩廣地區 美系松丝犬加入了沙皮狗及鬥牛犬的血統 美系松丝犬肩高與原生松丝犬一樣高 但身子比較粗胖、體重也比較重 而二系的松丝犬 體型相對於美系松丝犬就要大很多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型松丝犬 他的個性獨立、穩健、聰明、服從會看家不愛腳 而且陌生人冷淡,因為眼眶深邃造成他的視野不寬 如果陌生人想要接近最好從正面接近 以免對他誤會你的來意不善 常常聽到他壞脾氣 其實可能是教養不當以及缺乏社交的結果 性格很獨特,他們有點像貓 非常的自我、獨立且固執 他外表毛濃濃的樣子讓人以為很好抱 但其實他們不太喜歡被人逗著玩 措施犬是一種不算聽話的狗 要和他擁抱和玩耍,要安靜溫和的對待他 他不喜歡陌生人,以及他還有地盤攻擊性 只要在他地盤上,他會保衛所有東西 也會對陌生人表現出十分不友善 性格聰明,但不容易驕傲 他的本性是以自我為中心 所以需要有經驗的士主 松絲犬的習慕是隨著他自己的情緒 他不會因為被體罰而妥協 訓練他需要有足夠的耐心 過去用途是家庭犬、護衛犬 也用作狩獵犬 現在則是警衛犬、工作犬、伴侶犬以及護衛犬 飾養松絲要注意事項是1.體臭 大部分的松絲犬都會有體臭 也有的人表示家裡的松絲犬體味很小 體味來源於5個部位 皮膚、嘴巴、肛門線、耳朵、腳底等 只要把這5個部位清理乾淨 體味自然就不會那麼重 口臭部分要經常給他狗狗磨牙用的零食來磨牙 其他的部位就要是定期的給他洗澡來排除體臭 第二,釣毛 松絲少量釣毛是正常的 大量釣毛就不正常了 除了是病理性 平常給松絲吃的食品 如果含有太多添加劑 或者太鹹 都會引起大量釣毛 這些食物吃多的不僅會釣毛 還會有類痕、皮膚病等問題 所以建議低鹽清淡的天然食品 如果是狗糧 建議低鹽較少添加劑的品牌 可以緩解釣毛的情況 三,口水多 松絲犬口水特別的多 尤其是夏天外出運動 要為他準備好水 飲食方面盡量不要讓松絲吃太多重口味的食物 太鹹或者太甜 都會引起松絲大量的口水 第四,毛季厚且長 又會釣毛 他的毛厚重又長 而且還會釣毛 一年兩次的換毛需要費心打理 其實狗狗釣毛除了季節性 跟飲食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釣毛的狗狗 飲食一定要保持清淡 這樣可以緩解釣毛 至於他容易罹患的疾病 有因為髖關節、發育異常 而不良於血 並還有眼臉內斑的問題 而美系松絲犬出了容易有眼睛的問題 還有臀部發育不良 膝蓋骨脫臼等疾病健康的問題 全絲犬 全絲犬屬於中型犬 尖高53-64公分 體重22-32公斤 受孕10-12歲 源自德國屬於熬犬的一種 19世紀中由德國鬥牛犬 與英國鬥牛犬混種而成 早期主要做為工作犬及狩獵犬 用於狩獵野 由於熊、野豬、魚露 以及木牛等工作 於戰時作為軍犬 戰後則擔任軍警犬及導盲犬 19世紀中夜 在鬥犬三位禁止之前 犬狩犬被用來做鬥犬 如今在世界各地 則是家庭伴侶犬及警衛犬 外型特徵 頭部是犬狩犬最特別的部分 如其名 頭部類似拳頭形狂 1850年時 人們將拳狩犬用於活動活動中 她在活動活動開始前 會習慣性不停揮動自己的前肢 動作看似拳擊手 才被命名為拳狩犬 她肌肉發達 皮毛短而具有光澤 身上通常有白色色般位於頸部 前胸腳 個性衝心警覺 她友善愛玩樂 服從心強容易訓練 她聰明活潑 精力充沛 且對外界失誤敏感警覺 愛護兒童 她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耍 而且她的好奇心也很強 會跟主人撒嬌 不像她兇猛的外表 活潑的天心之外 精力充沛也很敏感和負責任 由著祖先好鬥的基因 過去人本利用這點特性 訓練她去狩獵胸肌野牛 雖然外表看起來好鬥 其實她服從性高 是一個很好的伴侶犬 而且她不愛叫 不交付老名 過去的工作犬 現在則是用於警衛犬 导盲犬及伴侶犬 飾養注意事項 對陌生人有警戒心 需要耐心及嚴格的教導 需要充分的運動 若是住在都會區 需要經常在她運動消耗體力 容易得逢死病 水洗完早或淋以後 應及時擦乾 要注意牙齒的健康 必須經常清潔牙齒 她對於炎寒冬天和酷熱夏天的冷凍度 並不是很高 所以在極端的氣候下 需要世主多多招呼 德國破鷹打犬 又稱德國短毛指示犬 德國項導犬 屬於中型犬 尖高53-64公分 體重20-32公斤 瘦命12-14歲 原產於德國 大約在19世紀培育出來 用於狩獵的犬種 身體比例匀秤 活潑強健 嗅覺靈敏速度快 當初用來對付野貓和狐狸等野獸 即使在夜間 也能憑敏對著嗅覺追蹤獵物 在水中 灌木叢中都能拾回獵物 在水路任何場所都能狩獵 或者執行各種困難的任務 既能作為指示犬 又能作為獵犬 可以用於搜尋、營救 又能追蹤罪犯 讓他有全能犬的美誉 另外他聰明、熱誠 忠實與主人 因此是優秀的護衛犬 皮毛的顏色 可能是豬肝色 或者混合的白色 白色的點滴 與豬肝色的色塊 是他的特徵 皮毛短而停毯 內毛堅銀當他的皮毛防水 所以能在寒冷的天氣 能保暖 外觀特徵還有 棕色的大鼻祖 鬆軟的耳朵 和身杏仁型的影睛 聰明、大膽、頑皮、乖巧 而且容易訓練 情緒穩定、忠誠 有強烈的狩獵欲望 運動量需求大 加上狩獵的自然本能 對人和拳類都友好 雖然他適應環境能力強 容易飼養 但飼養應該注意 1. 物餵食過量 因餵食過量 會導致他腹部鬆弛或吃肥 進一步會影響健康 可能會縮短他的壽命 2. 運動 生活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需要運動 每天應該讓他跑斜坡、走三路 最好的鍛鍊方式是游泳 若運動不足或沒有足夠的鍛鍊 獵犬的肌肉就不會發達 會缺乏彈力 鬆軟而無持久力 而且腳軟 3. 從小開始訓練 切勿讓獵犬養成不良習慣 訓練時不可教重 要嚴肅認真 講懲分明 使他從小養成良好的習慣 如果沒有訓練 他可能會訴諸破壞性的咀嚼與吠叫 對於沒有經驗的士族來說 他們無窮無盡的經歷 可能會讓人不知所措 4. 注意衛生 波音達獵犬的耳朵通常自然下垂 因此應注意他的外耳道 及時清除而垢 眼睛分泌物較多時應注意清洗 披毛要經常梳理 勤洗澡 保持身體衛生 20世紀以來 波音達獵犬在歐美被廣泛的運用 他們不僅被用於執行公共任務 導盲 企圖 偵查 救災等 他們透過自身優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更是成為歐美萬千家庭中的忠實伴侶犬 歷史上的全人獵犬 正以符合時代潮流節奏積極專心 薩摩耶犬 屬於中型犬 尖高46-56公分 體重16-30公斤 壽命12-14歲 原產於俄羅斯北極地區 起源於17世紀 是二國西伯利亞原住民培育出來的權種 他是烏拉山以東德基地地區 的薩摩耶族流木部落所培育的 看看薩摩耶的面部表情 是不是像在微笑呢 看起來笑笑的樣子 又喜歡親近人 而被稱為微笑天使 笑臉天使 他與哈士奇 阿拉斯加 並稱雪橇三撒 體型雖大 但毫無攻擊性 並且十分某沒有心機 因有過拉雪橇的經驗 也有細稱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巡路 他很調皮 雖有微笑天使面孔 導彈魔鬼內心的稱呼 薩摩耶犬的顏色為白色 部分帶有很淺的其他顏色 事實上曾出現過灰色的薩摩耶 至於黑色的薩摩耶犬極為罕見 直立的耳朵很厚 呈三角形 尖端掠圓 兩耳分的較開 眼睛顏色深 兩眼凹陷 尖巨大 眼睛呈性輪形 鼻子顏色有黑色棕色乾褐色 鼻子的顏色有時候會隨著年齡和氣候改變 嘴唇多數是黑色的 明顯的特徵是嘴角上笑 他積極強壯靈活美麗 高貴優雅 乖巧可愛 有著非常以能注目的外表 就是他蓬蓬的白毛 及微笑的臉 一歲前的薩摩耶 特別的漂皮好重 他很聰明 學習中心也很快 但程度也會有差異 要注意對學習成果不同的狀況下 要有區別的對待 他的心情溫和 對主人忠誠 適應力強 警惕充滿活力 帶人友善 不保守 不膽怯 不多餘 攻擊性不強 是世界上三大無攻擊性全種之一 另外兩種分別是拉布拉多與黃金獵犬 這三種狗 以超級親人而為美 狗外曾發生過一件趣事 有為主人外出 家中只留下一隻薩摩耶 後來有小偷進來想偷東西 卻被薩摩耶發現 沒想到狗狗的反應是 開心的迎接這位不速之客 還想要小偷陪他玩 這麼離奇的發展 讓狗如真是哭笑不得啊 薩摩耶犬自當普通 無法進行邏輯思維 不懂人的語言 只能夠通過記憶來進行學習 因此在訓練時也要有耐心 飼養他就要與他建立感情上的聯繫 因此主人一家 與薩摩耶犬要多接觸 對他多關心愛護 要友好相待 飼養注意事項 第一 毛髮的清理及容易掉毛 他是以一襲雪白長毛 擄獲眾桌拱如的芳心 不過這些膨鬆的毛髮 其實很容易發黃 因此是主要注意 避免讓薩摩耶沾到水 如果身體濕了 一定要擦乾吹乾 此外也要讓薩摩耶多曬曬太陽 長毛又很容易掉毛 所以要經常梳毛 注意飲食清淡 容易掉毛的狗 除了薩摩耶之外 還有哈士奇 拉布拉多 柴犬和科基 第二 他需要陪伴 因為喜歡跟大家玩在一起 所以薩摩耶很怕孤單 不像哈士奇 哈士奇只有自己能夠狂玩 如果讓薩摩耶長期獨處 他可能會有抑鬱 焦慮的情況出現 三 胃扭轉 他因為叫聲的胸腔 會造成胃和食道不容易打嗝 把空氣排出 當空氣無法排出消化道 胃部充滿氣體 導致胃扭轉 對犬刺而也是需要注意的情況 四 糖尿病 四組可以觀察到患病 犬姿表現出多可多尿 食慾增加 以體重減輕的情況 以上症狀 若不仔細觀察 不會發現 通常會在其他症狀 如糖尿病 造成的視力衰退發生之後 才會將狗帶到醫院去檢查 糖尿病可以通過 服用犬的胰島素 或者良好的控制 五 髖關節發育不全 肘關節發育不全等症狀 犬關節形成不良症 是一種遺傳疾病 早期整段治療有助於減輕疼痛 適當的用藥 並控制體重 可以有效控制病情 六 太輕人 忠誠度不高 剛剛提到的 國外發生薩摩爺藥小偷 陪他玩的趣事 就不難理解 只要手裡有食物 把他騙走 是很輕易的事 所以不要認為養久了 就會認足而已 在他身上 可不見得哦 欺負從性不高 關於這一點 只要手上有食物 他還是會乖乖聽話的 如果沒有食物 他可能就沒有這麼容易聽話了 以上介紹的 松絲犬 犬絲犬 德國波音達犬 薩摩爺犬 還有什麼想要了解的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哦 這裡是自由貓 我是貓爸 我們下集見